我当时没有在意 以为是那个空调水 到买单的时候 我去叫了那个服务员过来 然后当时就问了他说 这上面怎么滴水呀 然后他就朝上面看了一下 就看到了那个老鼠的头和脚 嘴巴里面吧 应该是 然后滴下来那些 口水还什么 反正就是老鼠的分别 我说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你那个菜已经吃完了 你明明知道多少东西 你还把它吃完吗 那边那边上面 我每天都做一生的 我每天都挂的 这个服务员 让我们坐到一边去 他们把这个老鼠就扔出去了 我当时要求他们不要扔 我说我现在放不进 只是说留个证据 证明这个事情发生过 因为当时有好几个复刻 在下面吃饭 我不可能 让那老鼠一直挂着来 对吧 may you 请一下 你确认 请一下 游泳 启 就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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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